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在追求健康和理想体重的旅程中 减重可能会带来一些出乎意料的副作用 其中之一是皮肤干燥和提早老化 在今天的影片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现象 特别关注皮肤干燥和细纹的形成 我们将提供临床研究资料和数据 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减重与皮肤健康之间的关系 减重对皮肤的影响如下 1.减重对身体的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减重对整个身体的影响 以便更好的理解其对皮肤的影响 减重可能会导致体重迅速下降 这可能会对身体内部的组织和细胞造成压力 2.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 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 它不仅是身体的外部屏障 还扮演着保护内部组织和维持体温的重要角色 因此,任何影响皮肤健康的因素都值得关注 减重与皮肤健康之间的联系 1.脱水 减重过程中,身体可能会处于脱水的状态 这对皮肤的水分含量造成了负面影响 脱水可以导致皮肤变得极端干燥 失去弹性,并容易出现皱纹 脱水还会影响皮肤的光泽和弹性 皮肤干燥是细纹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干燥的皮肤容易失去水分 使其变得脆弱并更容易出现细纹 此外,脱水状态也会导致细纹的出现 因为缺乏足够的水分会使皮肤更容易受到压力和损害 2.营养不足 有些人在追求快速减重时可能会限制饮食 从而减少了对重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取 这种营养不足可能会影响皮肤的健康 使其变得无光泽且容易受损 特别是缺乏维生素C、维生素E和维生素A 等看氧化物质可能会导致皮肤问题 一项由于学研究机构进行的研究发现 脱水和营养不足是皮肤细纹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与研究的人报告了在脱水和营养不足的情况下 皮肤变得干燥、脆弱并出现了细纹 这强调了保持足够水分摄取和均衡饮食对皮肤健康的重要性 3.胶原蛋白流失 胶原蛋白是保持皮肤年轻和有弹性所必须的蛋白质之一 然而在减重过程中身体可能会失去胶原蛋白 这可能会导致皮肤松弛提早老化和细纹的形成 皮肤细纹是由于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受损而形成的 当这些结构受到损害时 皮肤失去了弹性 并在皱褶处形成细纹 减重过程中的快速体重变化可能会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 从而促使细纹的形成 一项研究发现 胶原蛋白的流失与细纹的形成密切相关 随着胶原蛋白流失率的增加 皮肤失去了弹性 并出现了更多的细纹 这表明在减重过程中保护胶原蛋白的重要性 以减少细纹的形成 保护皮肤健康的策略 1.增加水分摄取 确保您充分饮水 以保持身体适当水分 这有助于减少脱水对皮肤的不利影响 另外 使用保持霜也可以帮助维护皮肤水分 2.均衡饮食 不要过分节食或限制某些营养素的摄取 确保您的饮食均衡 包括足够的维生素C 维生素E和维生素A 这些营养素对皮肤健康至关重要 3.赤度运动 赤度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 这对皮肤健康有益 选择适合您的运动方式 但避免过度负担身体 4.使用适当的护肤品 选择适合您皮肤类型的护肤品 特别是含有保湿成分和抗氧化物质的产品 这些产品可以帮助维护皮肤的水分和弹性 减重可能会对皮肤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包括脱水、营养不足 胶原蛋白流失以及细纹的形成 然而 通过适当的护理和注意 您可以在减重的同时保持皮肤健康 确保充分饮水 均衡饮食 适度运动和使用适当的护肤品 这将有助于减轻这些不利影响 让您实现健康的减重目标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